我是子儀,這局到國際服務來試玩下最新出的團結地圖機庫 張地圖是要比圖書館模式還要小一點 並且最重要的既可以玩經典團結模式也可以玩軍備團結模式 這局就是子儀最喜歡的軍備團結模式 還有一個不錯的改動就是新增了腰扇按鈕 點擊腰扇之後左右移動會非常的緩慢,但是精準度會提高非常多 因為犧牲了走位,子儀還是建議先用正常的方式將對手掃殘,然後再開啟腰射 因為子儀就太難腰射了,結果沒血量了,再想回頭反打 結果頭頂上有個人,這地圖子儀還是不太熟悉,就打著玩吧 這局能贏沒什麼問題吧 這尖上按鈕,不知道國父什麼時候才能上進 感覺還是要好久一陣,下次更新估計要6月份吧 我建議猛星小白千萬不要亂用這個按鈕 電子儀已經操作起來了,稍微回壓血量 在國際服務延遲還是挺高的 忘記提了,這個團體力圖要在國際服的6月1號才正式上線 國際服在明天更新應該會上線一個哥斯拉模式 要是按鈕到時候應該也會上線 到時候大家可以去體驗一下吧 這心理圖到時候國父肯定會反過來 總拿到G是充臉 請翻一個笑到地 試著直接盲G一下 拿到盆子儀還是建議試著這樣夭射 可能是靈敏度沒有調的原因 這瞄得非常的慢 感覺是用的初始靈敏度 這都沒發現我 一波偷襲直接三連擊,拿到了手噴 短管性的槍,偷襲兩噴帶走啊 國際服的軍備團體模式還能投注平底鍋 但威力不是很高 多找機會敲人去了 這局節奏還是蠻快的吧 到處都能遇到人 隨手拍兩鍋我就沒血量了 但大家覺得這張地圖你打幾分呢 十分滿分打個五六分還是可以的 這人群之中就是一頓亂拍啊 遊戲結束了你還打我幹啥 我也拍你兩鍋 我也拍你兩鍋